未记挂是一经六十四挂中的最后一挂 它和记记挂代表着正极而衰的过程 记记挂象征成功 而未记挂则寓意衰败 然而一经也告诉我们 连和事物的发展规律都是循环往处的 正如圣极必衰 匹极太来 那么六十四挂又为何会把象征衰败的未记挂排在最后一位 这种挂区的排列拥有着怎样的特殊含义呢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将引领我们一起感悟 一经的智慧 敬请关注 审慎敬取 前挂跟坤挂 其实相对的是很单纯的 因为它们之间只有一种关系就叫错挂 但是记记跟未记这两个挂它就相当的复杂 你看它们又是错挂 又是中挂 还是交挂 在六十四挂里面这两个挂的关系是格外的密切 我们根据一经给我们的原则 就是简单的你要复杂化 而复杂的你要反过来要简单化 那怎么简单呢 你看哦 记记挂跟未记挂都是坎挂跟离挂 只是位置交换一下它就变成不同的情况 我们先看记记记就是上挂是坎挂 下挂是离挂 因为你已经成功在望了 眼睛所看的都是光明 可是当你走出一步的时候 你就进入了坎弦 我们拿最简单的例子好了 一个人没有成名的时候 他反而很谨称 生怕说错话 得罪人 做错事 增加自己的阻挡 虔诚的阻挡 但是一旦有名以后 他讲话就很随便 他就好像什么都懂 然后得罪了一大片的人 这种人太多 所以我们常常讲 哎呀 这是圣民之累 其实这都是自己找理由的 圣民有什么累 你自己找麻烦才会累 因为你要看清楚 记记它是泪离外坎 你内心觉得说 哎呀 太好了 太好了 功成名就了 但是你就没有看到外面 是一片的坎弦 因为很多人要抓你的缺失 很多人想把你推翻掉 很多人他想取代你 这是必然的 反过来说 未记呢 内险而外离 内险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还在挣扎嘛 你就知道你在险境嘛 你自己都不能脱离险境 外面一片光明 你也没有用嘛 什么用呢 再说清楚一点 你人在险中就表示 你除了救自己之外 你根本没有能力去救人 自己都救不了 你还能救谁 因此呢 他反而会格外的谨慎 所以未记挂 不是不记 你把它当作不记就糟糕了 他没有不记啊 他只是还没有成功而已 相反的 他是充满了希望 因此我们才会讲 与其早成功 不如晚成功 说难听一点 你晚成功 你想乱讲话 也没有什么机会 因为你已经体力很衰弱了 你已经来日无多了 那你去跟人家争鸣斗胜干什么 就怕那个年纪轻轻了 他就有名了 然后到处去 找人家说 来来来 我们来脚离脚离 我们来试试看 没有老是你赢的 不记是不可能的 怎么可能不记呢 但是未记是经常存在的 所以续挂转 他说物不可穷 为什么他讲这句话呢 因为记记就是 到最后是穷的 穷途末路 已经走不下去 将囊才尽了 什么招数都死的 那还是没有用的时候 那就受制于 危机 就是危机 老实讲 你有多少花宝 你总有一天用尽 你有多少钱财 总有一天花光 你盖什么样的豪宅 最后是不见了 危机挂 它会变成 易经六十四卦的 最后一卦 它就是告诉我们 一切都是 循环往复 循环往复 才能够生生不息 只有周而复始 没完没了 人类才有未来 如果到你最伟大的 一切都宗旨了 那也不算什么 那也不伟大的 一经提醒我们 任何事物都是周而复始 循环往复的 所以危机并非不计 只是还没有成功而已 不仅如此 危机挂还充满着 无限的希望 那么既然危机挂 潜藏着无限的发展生机 为什么还会陷入 无忧力的困境呢 危机挂是否真的能引领我们 走向成功呢 挂词是这么说的 可跟小福七记 如其为无忧力 大家还记得 记记挂 在我们想象当中 那是很好的啊 完成任务 那什么都成功了 工作已经成功都出来了 但是他很小 小亨 危机挂 他还会告诉你 那不是矛盾吗 没有什么矛盾 记记挂的亨 是告诉你 成功之后 你只有小亨 而这个危机挂的亨 是告诉你 现在你不要去做这个梦 当你过了危机 这个关卡 你就进入了 季季 那时候自然就亨了 所以这个亨在这里要解释说 它潜藏着 无限发展的生机 讲得对 事情没有完成 我来加入 我才有贡献 事情都完成了 我来干嘛 人家不理你了 你要抢功劳的 还有你的份吗 没有了 所以这两个亨 他一前一后 我们真的要好好去想一想 小福七纪 这个七纪就是将要成功的时候 小福里好不容易挣扎的 费尽全力 然后好不容易眼看得要到岸边了 快要竭尽成功了 这个时候怎么样 如其尾 尾巴湿的 尾巴怎么会湿呢 尾巴湿就告诉你 头也掉进去了 所以无忧力 亦无所成本 这个时候 我们就应该知道 我们是小福利 我们就这么多力气 我要渡河 我要做这件事情 首先要自我量力 这太宽了 没有办法 再锻炼锻炼 再等时机 长大一点再说 那如果我实在已经 度了 那我就要尽全力 可是尽全力 我就要比别人 更加的谨慎 眼看了快要到了 不能高兴 一高兴 就整个人沉下去了 我比人家更谨慎 更小心 更忍耐 不能够烂尾巴湿的 我要保护自己 想尽办法 然后我就有所力 就不可能无忧力 所以无忧力也不是说 绝对无忧力 哪不可能 那不然的话 危机就是毫无希望 那不对的 危机卦虽然充满希望 但是 当我们能力不足时 难免还会遭遇失败 陷入无忧力的困境 那么 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做 才能打破危机卦 无忧力的限制 回复到 机器卦的成功状态呢 断词说 未记 恨 柔得忠也 小福 七记 未处忠也 你如其为 你就无忧力 为什么无忧力呢 因为不虚忠也 不虚忠也不是说 算了算了 我反正有不到 我就放弃了 不是啦 是要你继续努力 坚持 到底 你才可以打破这个 无忧力的限制 你还是要完成的 可见 一经每个卦 都是给我们 无比的鼓励 叫你绝对不要 怀忧上志 绝对不要放弃 任何再微小的机会 那他怎么做得到呢 因为谁不单位 刚柔应也 虽然这六个姚 没有一个姚单位的 可是他安慰你 他告诉你 你不用伤心 你不用着急 你还有一个可以利用的 就是什么 刚柔应也 初六 应九四 九二 应六五 六三 应三九 那你为什么不 把这个优势 发展出来 你要坚持 不续终 不续终就说 我们说算了 已经没希望了 不要 永远不要放弃 永远不要认为 自己是没希望了 虽然还没有成功 虽然距离成功的目标 还相当的遥远 相当的渺茫 但是你一定要充满了希望 千万不要认为说 危机 就是没希望 那你自己放弃 那就要自暴自弃了 你要认为说 现在 虽然还是危机 但是只要我持续 我想办法 去找出我当前的缺失 我及时给它调整 我还是很快 会回到积极 那时候 行事大好 你反而要更加小心 为什么 因为你到了积极 一不小心又掉到危机 这太多人了 辛苦了好久好久 好不容易成功了 不到几个又败下来 太多了 那个鹅 在水上 游游游 想到岸上去 就找到有石头 一脚上去又掉下来 一脚上去又掉下来 鸡鸡 危机 鸡鸡 危机 火鸡鸡 那就上去 但人生也是一样 所以大象状 它写得很明白 火在水上 危机 因为你位置不对 火是向上的 水是向下的 那两个根本没有交集 人家记记挂的时候 水在火上 它可以烧成开水 现在呢 你水在下面 火在上面 互相不接触 你不能完成任何棚条的作用 记记挂和危机挂时六十四挂当中 关于圣衰循环的两个挂象 记记未记 随时都有可能会发生转换 但是 游衰入圣难 而游圣转衰 却是请客之间 就有可能发生的事 那么 我们究竟怎样才能做到 既能创造和坚守圣力果实 又能避免走向衰败难 君子以圣变物积方 意思就是说 你要好好去看一看 我跟谁是同道的 因为物要以类聚 人要以群分 我们要交朋友 要先看看他同不同道 是不是不同道 我就要打击他 就要跟他划分界线 就说我跟你永不来玩 也不是 因为同道不同道 他也是活动的 他也是活动的 我们要很慎重地 去辨明这个物同不同类 这个人跟我同不同道 而且我们要把他安排在 合理的 叫做方 方就是处所 这一类 我现在当时不用 我把它摆圆一点 这一类我要用 我弄近一点 这个人呢 跟我同道 我想办法跟他多来往 那个人不同道 我近而远就可以吧 见面子打个招呼 啊 很好 我就走了 我不跟你再说话 可以吧 当然可以 其实这句话 真正的用意是什么 就是说 我要改变 还不能够成功的那些缺点 我要调整 事情之所以做不好 做不成的问题在哪里 我要想办法去化解 这才叫畏迹 所以我们再说一遍 畏迹是未定的意思 它是没有完成 不是不能完成 所以我们永远不能停止 但是有一个条件 就是这是你应该做的 如果你不应该做的 趁早停止 你后面找自己麻烦 它的目的 是促使我们 持续不断地 朝向 具定的目标 然后自我成长 克服万难 突破困难 但是 最后还是要告诉我们 我们只能尽人士 要听天命 所以他再三告诉你 无忧力 无忧力 就说 有没有力 你不用管 那是老天的事 就是你要告诉自己 就算没有结果 我该做的 我经过这个过程 我会得到很多 那就好了 危机卦虽然是 六十四卦当中的 最后一卦 但并不是事物的终止 它象征着万物的 循环发展 可生生不息 但是 事物发展到不同时期 不同阶段 都会遭遇不同的状况 那么 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 我们又该怎样调整 才能化解问题 获得成功呢 我们常常讲 阶段性的调整 人生为什么是 阶段性的调整 你看孔子 他告诉我们 十五岁才能够 至于学 你看看 《易经六十四卦》里面 第十五卦是什么 就是牵挂 一个人不谦虚 你学什么东西 你什么好学 所以现在我们小孩子 开始叫他学 学了他就喜欢表现 他就觉得 你看我懂这么多 然后他就想考导老师 然后就看不起老师 这只是牵没有学好 你把牵挂弄好了 你才真正在学 那你说小孩 他怎么懂得牵呢 那你就要教他 那老师不教 家长教嘛 家长告诉他 没有一个人是全懂的 老师也不例外 所以你又不懂呢 你问老师 但是老师回答不回答 那是老师的事情 也许他要回去准备一下 查一查资料 再说 你要了解 他有他的困难 那他就慢慢导乱 然后他自己就会知道说 我不懂 我要怎么问 我不能说 打破砂锅问到底 一定要把他拷倒 那以后人家看你 那很好 他就跑掉了 那自己吃亏了 三十而立 三十卦是什么 就是习卦 意思就是说 你最起码要把自然的现象 你大致上有所了解 你看到了光明面 你觉得我这样走下去 是没有错的 因为我的目标是光明正大 已经出现了 那我当然可以立定 我为人处事的原则 目标当然可以立 不然你怎么立 你立在不对的地方 不是很惨吗 四十而不惑 第四十卦 很巧 不巧是谁巧 我不知道 谢卦 就是解惑了 惑都解了 所以叫不惑 五十而知天明 五十卦是顶卦 就是说你到了五十岁 你一定会进天 你知道我有什么 一点点的成就 都是老天给的 没有老天给我 那我很可怜就是无忧力 我今天有一点点 我更要虔诚的来谢天 你才会不惑 要不然 不惑才怪 因为人要惑太容易了 尤其现在 各种资讯都有 各种话都有人讲 什么事情都有人敢做 那你不惑 你会怀疑我这样对吗 就是心中没有天 这无法无天 这就是无法无天 六十而耳顺难难 第六十卦是结卦 就是你知道结智自己 你知道说你的耳朵已经严重的退化了 要么听不见 要么听不清楚 要么听错了 要么你先入为主 人家讲什么 你都是想象你听到就是这个 那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那孔子为什么说七十而重新所欲 不预计 就是说你把一经六十四卦读完了 你还做不到这些 那还要靠你自己去不停地玩赏 不停地领悟 你把所有卦串来串去 你才知道 哦 原来是这样 那时候你才有本事 从心所欲 但是不会违反自然的规律 所以我们在结卦 经常是不按照字面来解释 也不按照卦词来解释 这样我们才了解 为什么孔子最后是讲 不占而已 他告诉你 占卜只能做常好啊 你要把这个季季慰季啊 看清楚啊 因为他们就是一个摇一进 季季就变慰季 慰季再一进又变成季季 就那个一步子差 所以我们可以很轻松地讲 他就告诉我们 人生就是水深火热 水深火热 你一看水深你完全就火热 也许你会觉得 啊 这时候有火来烤都好 可是当你想尽办法 脱离水深以后 你又投入火热 你又很后悔 早知道在水里面还凉快一点 然后又是水深火热 水深火热 至死方休 没完没了 他说人生不是很痛苦吗 你就看你怎么想 你想他很愉快 他就很愉快 啊 有这么多事情可以做 有这么多 其实任何一个艰难险阻 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 所以记记的时候 你千万记住 不要大意 不要得意忘形 当我们慰藉的时候 大家不要放弃 你还要学习努力 就这样而已 这就是记记慰藉 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这四个字而已 用怀希望 所以我们下一次 就要从六摇的变化 来看出 为什么慰藉过 他是永怀希望 谢谢